我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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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谭章 欢迎收看谭章什么鞋 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呢 做的是关于 Kobe 5代Protrol 和元年的一个对比 这个视频出来之后 我也看了看大家的留言 让我挺没有想到的是 大家对于这双鞋 非常认真严肃的在骂 然后我就在B站上面 找了找这个关于做 Kobe 5代Protrol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看到了这些视频 博主他们在声讨耐克的 这个视频画面 我好像大概就明白了为什么 我就是想呼吁大家 能够chill一点 呼吁大家能够不要那么认真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太认真了 反而会让很多事情 失去的本身应该有的乐趣 很有名的一些专业的 测评修学的视频呢 我其实后来也看了一看 都大概翻看了一下 他们之前的一些视频 有的做的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也做的水准很高 然后他们也真的非常的专业 但是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挂吧 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 只是可能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期视频 我的内容呢 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前提 和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前提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前提 就是其实任何一个运动鞋的厂商 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它会用不同形式的包装来赚钱 在这么多每年出的这些新科技里面 有哪些是真正的新科技呢 其实不多的 尤其是我们谈论到中底缓震科技 这个东西 而耐克的话 我们也都明白 它是运动鞋界最强大的广告公司 这是我的第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球鞋的科技 太当回事 它的更新其实是很慢的 我觉得球鞋它更多的 应该是在某一个时间内区域平稳 然后在某一个点突然间爆发 就比如说像zoomair这种出现 或者是boost这种出现 然后它会突然间到某一个高的水准 那么它会一直延续 还会延续个大概五六年 十几年甚至 那可能是非常缓慢的上升 然后会到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 它可能又会啪又上去了 在这期间呢 会出现很多很多很多的科技 可是这些都是广告 就是为了吸睛而已 Protro当然也是带有这种性质的一个词 我的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基于Protro这个词 只要大家动动脑子仔细想一想 Protro当时出现的时候 它的理论就不成立 我刚刚也说了 球鞋在过去的十几年以内 尤其是在中底减震方面 它的更新是很慢的 它Protro出的第一双鞋 是这双科比一的Protro对不对 科比一带呢是14年前出的 14年前的耐克的中底缓震科技 跟现在的中底缓震科技 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 尤其是在气垫方面 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 没有 所以说当耐克说 科比的Protro系列里面 我们将会加入当代一些 比较新的球鞋科技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扯淡 过去的这十几年 真正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鞋面科技 可能做了很多的更新 如果做Protro的话 你鞋面能够改吗 鞋面是不能改的 整个鞋身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外观是不应该看出区别的 它的概念就是外观没有区别 而内部发生了变化 内部能发生什么变化 就是中底科技的变化 中底科技的在过去14年有过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 所以最后就变成什么 最多就是换换样子 给你点新鲜感 但是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现代科技可去提换 它想要做到的是 用这些新鲜感来赚更多的钱 用新鲜感来提高售价 而让你为了这个新鲜感而去买单 感受一下全掌Zoom Air在科技里什么感觉 花钱吧 175美金 我想感受一下Zoom Turbo在科技物里什么感觉 花钱吧 175美金 不对 180美金 在我看来Protual这个词 其实更应该挂钩的词不是Pro 而是Profit 它应该叫Profit Racial 我们先从科技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是增配的一双鞋 这双鞋真的没有增配 你要说它简配 我也不觉得它是简配 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双变了变花样的鞋 而其实变花样才是整个耐克的主题 那元年的科比一中底是个什么配置呢 它是一个科比系列最典型的 早期最常出现的一个配置 就是前掌这个鹅蛋型的Zoom Air 和后掌的一个马蹄的Zoom Air 配了一个挺大的一块碳板 元年是这么一个配置 Profit Racial之后的配置 就变成了全掌Zoom 然后把碳板变小了 我们现在来主要分析全掌Zoom Air 和一个前后分掌Zoom Air 这么一个配置 它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比如说我们先从乔丹系列开始讲起 乔丹二代是乔丹系列第一双用Zoom Air的球鞋 然后它用的是全掌Zoom Air配合一个碳板 乔丹三代它用的是一个前后分掌Zoom Air 和一个中间碳板这么一个配置 再往后数的话 就是14代15代用的 都是一个前后分掌7点的设计 如果再往后数的话 其实16代17代用的 依旧是一个前后分掌的一个7点设计 然后乔丹八代又回归了一个全掌Zoom Air的设计 所以说在我看来 Zoom Air不管是全掌还是前后分掌 它其实没有一个谁好谁坏的分别 我觉得它们两个就是 在我看来就是各有千秋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并不觉得科比一Protro上面 改用了全掌Zoom Air就是一个升级 更不用说其实它全掌Zoom Air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多好的Zoom Air 它用的就是耐克尔经常在复客人用的一些 我觉得非常一般的Zoom Air 这双鞋的全掌Zoom Air的厚度 我记得快船上的拆解的凉的厚度 应该是0.677还是0.667那么一个厚度 科比一元年就是这双打球还不错的鞋 复客之后打球也还不错 但是它没有说是因为这次复客 加了全掌Zoom Air 就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多高的境界 我个人觉得科比4复客的销售 是没有达到耐克预期的 不然的话它应该会推出更多更好的配色 说明什么 说明刚开始的那个PR15是真的影响很大 科比最远的配置是什么呢 是前掌一个Lunafone 当时还没有Lunafone 后面配合了一个马蹄型的一个Zoom 然后全掌Failon 新复客的话 它用了一个前掌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它用了一个全掌的InjectiveFailon 这个瞬间被大家骂死是吧 但是你问我它到底是不是减配 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减配 因为我元年我就觉得科比4身上最差的一个地方 就是前掌这个Lunafone 这个Lunafone上脚还可以 但是大概不到两个月左右 就基本上是死掉了 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是不能说这个全掌InjectiveFailon 就真的比前掌加了一个Lunafone的Failon要更好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只是在乎前掌你加不加个东西 那它加个什么东西你都觉得要比没加好的话 那我也没法说什么了对不对 你说它真的比元年的性能有提升吗 我也不觉得 但是它也没有下降 它就是还是跟科比1一样 它做了个变化 那科比4为什么玩砸了 是它前面的这波宣传给玩砸了 我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耐克从来没有变过 他做这双的时候 他也没有良心 他做这双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良心呢 最后又不得不提的就是这双 现在在风口浪尖上的鞋 我也知道大家都在骂减配减配减配 说句实在话 我还是不觉得它在减配 我相信这个时候弹幕可能又要骂我了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只想说出我的观点 科比5对于我来说 是我很喜欢的一代鞋 但是我喜欢它更多的来源于它的外观 它的实际实战性能 我相信原年穿过科比5的人 应该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它其实没有科比4那么好 然后科比6真的算是巅峰 我觉得科比6在我心目中 是整个科比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双鞋 不管是性能还是外观 但是说到科比5的话 外观我绝对肯定 但是性能的话 没有大家吹的那么神 或原年大家说的那么神 我不知道跟我一样年龄比较大一点 喜欢球鞋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以前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网站 叫做Kicksology 可能在国外的朋友可能更有印象 这个Kicksology 然后Kicksology当年是很火的一个球鞋 性能测评的一个网站 它当年也会经常测一些很热门的鞋管 然后它当时测了这双科比5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它在它的最后的总结上有写 当时都会写就是pros and cons 就是说它哪个好哪个地方不好 他当时写这双鞋不好的地方就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他觉得前掌的zoom太小了 因为科比系列经常用前面鹅蛋 后面马蹄这么一个配置 就是用了很多年 从2K4 2K5 ZK1 ZK2 ZK3 ZK5 ZK6 用的都是这么一个配置 他当时就提议说 耐克能不能够把前掌的zoom 变得大一点点 能不能给多一点点这个缓震区域 他当时提的第二个这双鞋的缺点 就是抓地力 他说这双鞋的抓地力 其实并没有四代那么好 虽然说不算差 但是是可以更好的 他不明显为什么 只是为了这个新年头的纹路 而把整双鞋的抓地力 从四代那么无敌的一个状态 变成了五代这么一个抓地力 一般的这双鞋 我个人觉得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所以五代其实历史上来说 也不是一双什么性能神鞋 但是它算是性能很不错的一双科比 这个我承认 它最强的地方就是包裹 包裹性很强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些鞋 舒适度 鞋面的舒适度 已经比科比五要好了 可是在当年科比五的这个 尤其是鞋面上贴合脚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很屌的 现在说回来了这个Protrol了 Protrol这边的配置 就变成了前掌的一个zoom turbo 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掌的一个couch 大家觉得后掌没了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骂 我不清楚大家对于一个球鞋的性能 和后掌有没有zoom air 到底应不应该拉上一个等号 前几年的乔达29代 大家都把这双鞋吹捧上天了已经 但这双鞋是没有后掌zoom的 包括开瑞的五代和六代了 保罗乔治的几代签名鞋 它都是没有后掌齐点的 PG3也好 甚至说乔29也好 它也都没有couch long的一个发泡棉 它用的是普通的file long 一个后掌zoom真的这么值钱吗 我也会抱怨 我也会黑 然后我也觉得那颗非常不地道 我觉得它不地道的是价钱 就是这个鞋它卖180美金 或者这双鞋它卖175美金是吧 175美金 不无非就是变了变配置 然后把价钱加高了很多 我觉得这一点上 让我觉得是让我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太贵了 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 就是它合作可能 多charge我50美金呢 很多人跟我说 它可不可以有碳板 是 是有碳板 碳板值不是这么多钱 一双篮球鞋 永远都不可能值180 它连100美金都不值 50美金可能都不值 因为这双鞋 它成本可能只有几毛钱 是不是 这个视频大家看完了 会不会有种感受 就是感觉有点很矛盾的感觉 是不是 就是我一会说这个好 一会又不好 一会骂 一会又说其实还好 其实不用那么在意 这个视频里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矛盾的产生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越在意 你越去深究这些东西 你就越发现很矛盾 你对它的一些所有的兴趣都不存在了 你看到的每一支鞋都能看到的是 耐克想要在我身上炸钱 想要在我身上炸钱 我这个视频没有再呼吁大家去买 我也没有呼吁大家去不买 我希望大家在买和不买 都做出一个自己的决定 而不是说人云亦云 听了很多专业所谓专业的人 去甚至用一些威胁的口吻 说谁买谁傻叉这种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chill 都能够冷静 我自己也在骂价格 我说180美金不值 180美金不值 可是一双乔伊 什么都没有的乔伊 160美金一双 值吗 它太贵了 如果是你拿这个相比的话 它太贵了 更别说你还要加价买 三千五千六千一万 对不对 持不值 只有在你心里 你才会觉得值不值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科比的球迷 我当年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科比五代 而且我最喜欢的配色 就是李小龙配色 可是李小龙配色 现在至少有1000多美金 1000多美金 我买到手了之后 还不知道能不能穿 上脚之后 可能会掉底 还要粘 对不对 如果现在下一个服务配色 就是李小龙配色 我有机会买到这双鞋了 花180美金 那我到底是要花180美金 买这双呢 还是要花1000美金 买那双呢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真正的白莲花 跳出来跟我说 你可以不买呀 是吧 大千世界有那么多鞋 你为什么非要买这双鞋呢 那你为什么要买鞋呢 你就没必要买鞋了呀 对不对 我说chill呢 跟理性 这是不冲突的 我觉得你应该chill的同时 你也应该理性 所以你应该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东西 你能买就买不能买没关系 你不喜欢就不要买 不喜欢也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 如果你就是觉得nike的减配 你就是觉得nike很狗 当然它狗是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它狗 如果你就受不了它狗 那你就不要买嘛 我觉得没关系啊 没有人把刀夹在你脖子上说 你必须要买 很多东西知道就好 心里明白就好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也想借着科比5小手这个配色 问大家一句 Why so serious 没有必要这么serious嘛 大家都开心一点 我觉得人最幸福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明白和糊涂之间找一个平衡 很多东西即使你知道 就好像说我知道nike在圈前 可是如果我看到了我喜欢的东西 我还是会去买 我真的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东西 当然了屏幕前面的你如果很在意 我也表示尊重 希望大家能够理智一点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 你买到了每一双球鞋 我是谭章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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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